减碳净零星趋势是受到全球关注 更牵动矽谷科技圈的创投风向 由美国商务部主办外资投资美国 最具指标性的选择美国高峰会 今年台湾是有13家的科技业者 入围了全球新创竞赛的决选 其中循环经济跟太阳能板回收的新技术 尤其吸引投资者的眼光 在高峰会场外 启动前进美国三大洲的落地建场事宜 MIT三个字来自台湾的捷径科技 技术也再次打响了名号 也是驱动下一波全球经济动能的一股力量 来看公事国际记者曾玉京从矽谷的报道 在马里兰州举办的Select USA Summit 吸引五千位来自全球新创投资者 与企业人士参与 这场盛会不只为了吸引外资 同时也是科技竞技场 今年在Select USA Tech领域里 有高达13家台湾新创入选 占全球三成比例 这里是META附近门洛公园的一处咖啡厅 由于距离VC聚集的山丘路非常近 因此也是热门的新创的母资地点 那么这次来美国参加选择 美国高峰会的台湾新创 尤其是在CleanTech和ESG相关的领域表现突出 太阳能板高达上万种 又因拆卸运费昂贵回收不易 红盾科技运用台湾的优势 提出了智慧回收方案 在湾区的shopping mall里 现在有很多的停车场的屋顶 都是像这样子 由太阳能板一体成型来充当屋顶 至少加州的太阳能板的设置率位居全美第一 而且它的总发电量可以供应超过八百万个家户来使用 但是它的太阳能板回收率却仅有不到百分之十 而这也成为加州政府的一大头痛问题 也因此台湾新创所提出的独特技术 以获邀来这里设厂 另一个锁定循环包装市场的新创 也在美国州政府计划案中找到许多商机 除了加州之外像是Maryland 还有Virginia 他们也有非常多针对这样的循环经济program 所以这也是这一次我们来一个蛮大的守护 除了硬体优势 专家说在全球市场的软体整合实力 和改变创投中传统的金主心态 是台湾新创未来可以努力的方向 Traditionally台湾 has been very strong on the hardware on the manufacturing side but now they have to build expertise in the software in the go-to market outside of Taiwan with their software and system integration and expertise and that's the area where I think start-ups will have to invest 大部分的人还是观念都还不对 尤其是里面有一些金主 为什么叫做金主不叫LP 在美国的LP是不管的 投资下去你不能插手的 可是台湾的金主是要插手的 企业心态改变不易 但从这一场新创活动 选在矽谷募资地标的咖啡厅举办 或许从技术挂帅 转为软体服务业的这一层面来看 已然在发生之中 台湾新创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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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式新闻国际记者曾韵清 长矽谷的采访报道